意外消息要带你来关心的 云林县有一名五岁的女童 她就在住家二楼的阳台跟小狗玩耍 结果一不小心 她就从二楼掉落到防火墙里头 幸好这名小朋友 她先擦撞到墙壁之后才落地 所以只有手臂挫伤于亲而已 而因为这名小孩跌下来之后 放声大哭的邻居才知道 也赶紧敲门来叫她爸爸起床啊 因为爸爸当时还在补眠 知道之后才赶紧将女儿送一脊酒 119接获通报有小孩从屋顶摔下来 救护车赶到现场 一时还找不到伤患在哪里 没多久女童的父亲才抱着她 从家门前走出来放到担架上 女童可能是受到相当大的惊吓 放声大哭 救护人员不断安抚她 同时检查她的伤势 据了解女童的父亲在快炒店当厨师 每天晚上将孩子带到快炒店上工 深夜下班之后再带回家 可能是太累了 才会连小孩子摔下来都还不晓得 索性女童送一之后 只有头部外伤和手被瘀青 观察之后就返家休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